第27 生命之全 猶太人一年当中有七个节旗 其中有三个大节旗 就是如月节、五秦节和朱胖节 为了忠败的崇拜 凡是有经济能力的人 都会到耶路撒冷去聚集首节 上帝的本意 原来是要他的子民在这些节旗当中 想起他昔日对他们的祖先那种引领 朱胖节是一年的节旗当中最后的一个大节旗 这个时候在巴勒斯坦里面的平原和山谷当中 一切的庄家都已经收割完毕 在这个节旗连续七日 巴勒斯坦的居民 以及散居在各地的犹太人 都会离开他本家 来到耶路撒冷去庆祝 从远近各处来的人 手里面都拿着欢乐的那种标记 无论是贫富老少 都带着献给上帝的那种感恩制 凡是好看的树枝 都从树上摘下来 布置整个的首都 使他一时变成一个美丽的树林 住凡节不单是收割庄家的感恩节 亦是纪念上帝在抗野对以色列人的保护和照顾 以色列人为了纪念帝的生活 他们就在过节的期间 住在这些帝里面 或者是树枝所搭的大帝里面 这些帝 支搭在街道上 聖殿的院里面 甚至在家里的房顶上面 耶路撒冷四圍的山上和山谷 处处都可以看到 这些星罗旗布充满 由枝玉所搭成的一张牌 漫山遍野都充满了人 聖殿更是一个大宽默的中心 有限制礼拜的那种伟大的场面 在聖殿的雪白的云石的台阶 两旁排列着利美人的诗歌班 领着大众在那里唱圣诗 敬拜的群众手里面都拿着中树枝 或者是翻石楼的枝 一边摇动一边歌唱 于是远远近近的人 彼此呼应直到周围的山林 都反映出一种赞美的声音 入夜之后 聖殿里面的灯光通明 柔阳的音乐 树枝的摆动 夹杂着欢乐的歌声 在灯光下 在这里施展 和祭司的盛装以及 莊严的仪式 交织成一幅令人感动的图画 这就是摺旗当中 最动人最快乐的场面 在摺旗的第一天 黎明的时候 祭司就会拿着银号 吹出场 而且响亮的响色 接着很多 浩童都会吹起 来答应 民众 从他们的住棚当中 發出快乐的哭叫声 响切山谷 那时候 祭司就 从吸轮溪的流水当中 拿了一瓶水泥 当浩童吹响的时候 他就高举这个水泥 依照音乐的节奏 慢慢走上圣殿的台溪 一边走一边歌唱 他拿着水泥到祭司的院 当中的祭坛 在祭坛的旁边 有两个银盆 各有一个祭司在守住 这一瓶水就倒在一个银盆里面 另一瓶酒又倒在另一个银盆里面 这两个盆里面的液体 就会流到一条通道吸轮溪去的管子里面去 然后通道死开去 这种所谓圣水的表演 就是象征古时上帝在抗野 命令这个盆石流出水泥 给意识的人可以解渴的 当耶稣的兄弟准备去赴这个住坛节的时候 他们看到耶稣还没有准备妥当 去过节那种动向 其实他是为了避免和耶路撒冷的领袖发生冲突 故此将自己的工作局限于加利利 他对于重要的宗教的集会 所表现的疏忽 以及祭司和拉比门 对他所表示的敌意 使得他左右的人 甚至连他的门徒和亲属都觉得很烦闻 在他的教训里面 曾经强调信从上帝的律法中的福气 但是现在连他自己对上帝所规定的礼节 都好像莫不关心 他又和瑞利和那些丑名四播的人 时常在一起 处处似乎都表现出一种反抗 当时宗教的那种态度 但是他本身那种无瑕无痴的生活 又使得他的门徒 感动 他们希望他能够显出一种神能的证据 使得法利赛人 看出他就是要来的利赛 是以色列的王 由于这种契望 他们就激力劝耶稣到耶路撒冷去 他们对耶稣说 你离开这个地方上耶 猶太虚霸 叫你的门徒 也可以看见你所行的事 人要显阳明星 没有人在暗处行事 你如果要行事 就应当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 他的门徒的意思就是 耶稣不必隐藏在偏僻的省份里面 一美为那些无知的乡民 或者愚夫来施行大能 他应当到首都耶路撒冷去 争取祭司和官长的支持 与联合全国的人民来建立一个新的角度 耶稣对他们这种的打算 和劝告 就是说 我的时候还没读 你们自己想去过节吧 我现在不想去过节 因为我的时候还没读 耶稣说完了 就转身 回到加利利去 在耶稣看来 世界不是一个要追求安逸的地方 他没有利用机会来 争取世界的权势和尊名 况且这个世界 也没有人会给他这种名义 天父 猜他来这个世界 你是要做世人的 伟大的救主 乃是要成就他伟大的救赎的计划 他正在为世人 完成他这个救赎的工作 故使他不擅自行动 不故意踏入危险的地方 来造成危机 在他的生活当中 每一件事情都有他规定的时间表来行事 他必须耐心等候 他知道他必定受人的囚恨 他也知道他的工作的结果 至终不免一死 但是在他时机 未成熟之前 他就公开露面自身 在敌人的攻击之下 这个不是天父的意思 但是 犹太人将基督所走过的神迹 从耶路撒冷 传到他们所散居的各地去 虽然耶稣已经有好几个月 未曾来过耶路撒冷 但是众人对他的兴趣 未曾消减 这个时候有很多人 从世界各地来耶路撒冷 过这个住行节 都希望能够见到耶稣 在节旗的第一天 就有很多人到处来打听他 法利塞人的官长也在等着他来 因为希望有机会可以定他的罪 当时耶稣就静静地到了耶路撒冷 为要避开由各地来的很多人 他就从一条人不常走的路上来的 他为了免得被人发现 以至有被拥护而引起当局反对的麻烦 所以他就静静地来到这个首都 在节旗当中 正当众人热烈的议论他的时候 他在当众人的面前走入了圣证的院里面 于是院里面突然间就静默无识 众人因为他在那些渴望要谋害他的 囚敌的面前 所表现出那种庄严勇敢的风度 个个都佩服得五体投地 耶稣记在大庭广众之前 用从来没有人用过的那种声音 向他们发言 他说 显出他对以色列人各种的律法和制度 以及献制的仪式和先知的教训 都有透彻的认识 远胜过那些祭司和拉比门 众人都欺其耶稣对于律法和预言所有的认识 几次说这个人没有学过 怎能够明白书呢 凡没有入过拉比学校的人 是没有资格可以做教师的 耶稣和施洗浴汗 都没有受过这种教育 所以他们被人看为没有学会的人 但是听过他的教训的人 都欺其他们两个人对圣经的知识这么多 因为他们没有学过 但是怎么会有这么深的这种认识呢 简直是一件非常稀奇的事情 他们虽然没有向人学过 但是天上的上帝就是他们的教师 他们是从天父那里学到 比世人更高深的学问 耶稣在耶路撒冷随时都有奸细来跟着他 祭司和官长一日千方百计的上来封住他的口 他们不拙的等候机会来哭开他 甚至打算用武力来制止他 故此当耶稣在殿里面教训人的时候 官长就来问他藉着什么权柄来教训人 耶稣回答说 我的教训不是我自己的 乃是差我来者的 人如果立志遵着他的旨意下 就必晓得这个教训或是出于上帝 或是我凭自己说的 耶稣的意思就是说 人对真理那种的领悟和尊重 在乎他全心好奇 或在乎他要遵行真理 我们必须接受真理到心灵的深处 使意志能归伏真理 这样这个真理就不是一个理智的问题 乃是我们心里面的一种问题 这个真理如果当然是理智的问题 就和心中的骄傲 会发生矛盾的 这样呢 就可能 产生阻挡这个人领受真理 事实上人必须先有恩典在心里面作弓 而且将上帝的灵 所显明的一切的罪 都予以完全抛弃 然后才可能去领受到真理 无论人有几美好的机会 来得到真理的知识 他如果不闯开心魂 来领受真理 而且认真地去放弃一切 违反真理的原则 习惯和行为 这些机会对于他是无益的 对于那些诚心愿意明白 而且遵行上帝的旨意 又信从他的人 真理就会显出为上帝拯救他们的大能 人如果不追求明白真理 只求藉口要逃避真理的话 他们就不会明白基督教训他们的真正意义 上帝没有强不人放弃他们的不信之实 光明和黑暗 真理和邪道都放在人的面前 要人自己做决定何去何从 人的心智 富有辨别是非的那种能力 上帝不要人 凭一时的感触来决定是非 但是要他们来团衡 凭据的分量 仔细的耳经解经 如果犹太人能放弃成见 将圣经上面的预言 以及关于耶稣的生活 来做一个比较 他们就可以发现耶稣 他的生活和工作 正好就是和经上所写的 那个预言要来的教主是互相吻合的 今天有很多人就像当时的犹太人一样 受了迷惑 很多宗教的教师 憑着自己的 诗字的见解 或者遗传 来全广圣经 一般人 不去亲自查考圣经 也不亲自去断定 什么叫真理 一美子 依从烈人各种的见解 将自己的得救问题 任由他们的宗教领袖去摆布 全广圣经 固然是上帝所指定的全部真方的方法 但我们必须 将每一个 港道的人所传的道理 照圣经来衡量 策度一下 是不是出于传统的真理 有没有加上人为的成天或者遗传呢? 凡是全成要研究圣经 一心要明白上帝的真理 以便来遵从的人 一定会得到上帝的光座 圣灵会使得他明白更多的真理 这就是耶稣所说的 人如果立志要尊照他的旨意行的话 就必定会晓得这个教训 这个意思 到了住坊节的最后一天 那群祭司和官长 派去捉拿耶稣那些警役 兇手 没有把耶稣带回来 就向他们发怒 质问话 为什么没有把他带回来呢? 这群警察就带着严肃的表情回答 从来没有像他这样说的 他们的江南的心 竟然被基督中的话所融发 以至他们找不出可以捉拿他的藉口 听见真理信息的人 很少会问话 这个是不是真的呢? 乃日时常问话 是谁提倡的呢? 很多人 只凭接受这种信息的人 到底人数多寡 加以衡量他的真正的价值 甚至有些人问 在有学识的人 或者宗教的领袖当中 有没有相信的呢? 现在的人 并不比耶稣时代的人 更重视真正的那种平成 他们就像古人一样 忽视永久那种财富 专心追求属世的利益 让我们记住 就算大多数的人 或者世界上的伟人 或者宗教的领袖 都不肯接受的真理 未必就是错的 耶稣在住凭折当中 天天都在教训人 直到折旗最后的一天 就是最大的日子 这天早上 他当时已经过了几天的折旗 显得疲倦的人的面前 用响亮的声音 在圣田的院里面 向众人宣布说 人如果喝了 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 就好像经常所说 在他的头里面 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就是这样 这句话 对于当时的民众的情况 是非常之有力的 因为他们已经一年几天 参加盛会 宽度佳节 他们的眼睛已经看饱了 五光十色的东西 耳朵里面 也听够了各种美妙的音乐 但是在全部历行的礼节当中 没有什么能够满足他们 精神上的需要 也没有什么能够 应付他们心灵当中 最永恒的事物那种渴望 于是耶稣邀请他们到生命的泉沿 那里来喝水 他说 这个水 必在他们里面 变成泉沿 直涌到永生 那天早上 祭司举行纪念在抗野击打盆石的典礼 那个盆石就是代表耶稣 象征他的死 使他的救恩的活水 可以留给一切口渴的人 耶稣说 先知生命的活水 他在众人面前 把自己分别出来 表明他受激打 是要使生命的活水 可以留给世人 撒旦以为激打耶稣就可以除灭各位生命之骨 谁不知 那个被激打的盆石 反而流出生命的活水 给世人 来饮肉 耶稣知道人的灵性的需要 虚浮的名话 财富和名誉 都不能够满足人心的需求 人如果渴了 唯有到耶稣那里去 才可以自渴 他答应解除人精神的负担 他安慰悠伤的人 使灰心的人有希望 在他的听众当中 有很多是因为失望而悲慰的人 也有很多是心里面藏着 尽忧的人 也有很多一直都渴望尋找 熟世的事物的满足 以及要得人称赞那种野心 但是当他们得到了这一切之后 他们又发现这一切都是没有意思的 只是好像将他们带到一个烈了那的水光的旁边 是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真正那种饥渴的 他们的内心依然苦悶 当时那群宽道街街街的人当中 就有很多 好像上面所说的这群人 当他们听见耶稣一喊话 人如果渴了 就从仇苦的那种脈想当中振作起来 当他们听见其余的几句话的时候 心里面就立刻点起了新的希望 圣灵帮助他们看清楚 这个表号的真正的意义 直到他们看见其中所带来的那种 具有无限之谱的救恩 他们然后才觉得心灵真正可以得到满足 耶稣当日对心灵几下的人所发的呼声 今天一样在我们的耳边作响 而且对于我们 可能对于当日那些在住凡节的 最后一天在圣殿里面听见的人 更具有更大的力量 这个生命的全员是要向所有的人闯开的 精疲力气的人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 喝这个能够振奋心灵的生命之水 今天耶稣一样向你高声说 人如果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渴了 圣经其他的地方 也呼叫说 口渴的人应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来入 耶稣有说过 他说口渴的人也可以来 圣经其他的地方 也这样的呼应说 口渴的人应当来 愿意的都可以白白的取生命的水 耶稣说 人渴了我所赐的水 就必永远不渴 我所要赐的水 要在里头成为泉源 即涌到永生 亲爱的朋友 凡是真正领受耶稣救恩之存的 那种滋润的人 都可以做见正话 没错 唯有在主里面 我们才可以找到真正能够解决人生的 一切心灵饥渴的那种生命之存 原理也能够得到这种真偉的经验 请我们一同祈祷 亲爱的天父上帝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世人曾经用尽各种方法去追求人生的满足 但是到头来总觉得虚空 而无法得到真正的满足 因为唯有在基督里面 我们才可以找到能够解决人心灵饥渴的永生之存 求你开到我们的心眼 能够看见你所赐给的救恩之存 才是解决我们心灵 安渴的唯一的频率 帮助我们能够虚心地来到你的面前 在永生之存 因然取水 使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 有活水的江河流出来 即涌到永生 奉教主的名头 探文 儿子 音乐 者